潮口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 股票三不买原则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就告诉大家 记好了学会了就能够避开很多坑 第一不买正在走下跌趋势的股票 宁可不做也不买弱势的下跌股 因为下跌趋势一旦确认了 那往往下跌是深不见底 难以预测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和精力 那容易错过很多上涨的机会 第二个不买跌破60日均线的股票 股市当中有个说法 就是60日生命线法则 价格在60日均线上方 那是属于多头市场 价格在60日均线下方 是属于空头市场 投资者只有在多头市场里才能够赢利 所以尽量避免在60日均线以下的股票 第三不买一年内曾经大涨 或者是翻倍过的股票 一个时间段大涨的股票 大多数都有油资拉升的声音 快进快出的资金充满不确定性 普通人跟买的很有可能是极难操作的 也许你都搞不懂 莫名其妙的就接盘了 所以我相信看完这三种形态 你应该对三不买原则有了一定的了解 如果说有帮助的 大家欢迎收藏和点赞哦 我是菲菲 关注我给你分享更多的实战技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